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2019文化中国水利方碑 全球中文歌曲大赛同奖获得者刘宇彤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在这里见到大家 也非常开心能够代表加拿大多伦多赛区 参加到了全球的总决赛当中去 其实这次比赛对我来说是一种成长 因为不管是在比赛中 比赛前和比赛后 都得到了一种成长和历练 至于在唱歌的这件事情上 其实也坚持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也参加了一些带来小小的比赛 去跟随不同的老师去学习 在2021年的时候 非常有幸地参加到了 是文化中国水利方的 多伦多赛区的组织活动当中去 非常开心看到有200多人去报名参加比赛 能够看到大家对音乐的热爱 能够感受到那种激情在里面 也非常开心能够担任到 蒙特利尔赛区的评委的工作当中去 很多有非常有实力的小选手和大朋友们 他们唱的都真的非常的好 我也开办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 因为有很多非常热爱唱歌的朋友们 音乐其实是一件不分年龄 不分国界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在我的音乐工作室里面呢 其实是最小的年纪只有四五岁 最大的是七十多岁 这样子 在2015年呢 我也曾经举办了送你一朵东方茉莉的个人音乐会 因为我想说音乐唱歌是一件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 它可以给人带来非常多的快乐的能量 所以说送你一朵东方茉莉这样的一个个人音乐会呢 也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份快乐分享给大家 那我这次也是非常喜欢这一个音乐会的主题 因为是一个东方茉莉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它里面是包含了中国的很多的古典的元素 东方茉莉 然后呢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在整个音乐会结束的时候 有一对老夫妻他们母下搀扶着来到后台去找到我 然后告诉我说他们非常喜欢中国的音乐 他们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像这样子的演唱会 我觉得非常的欣费 因为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这样子的一种 对中国元素的喜爱是一件让人非常开心的事情 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把中国文化更多更广地传播到世界 那我们也收到了美国ICI文化事业的邀请 参与到美国纽约的新派文化春晚的活动庆典当中去 为2020年在所有的抗击疫情一线工作者们 去送上我们用音乐所表达的一种祝福 也希望能够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带来一些温暖和力量 那真的你会发现有一天真的所有的积累 所有在音乐道路上的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真的有一天会让你变得非常的开心有能量 能够去绽放自己 也希望能够所有有更多的朋友们 能够热爱唱歌热爱音乐 把这样的一种文化力量传递下去